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惊险刺激的科幻电影 《入侵脑细胞》 这部片子应该是属于二级片的范畴 但我尽量处理了其中血腥暴力的画面 所以胆小的宝宝们也可以放心大胆地观看啦 卡尔是一个变态的连环杀人犯 他会把掳来的金发美女扔进一个自动进水的玻璃房内 将她们活活淹死 然后用漂白剂把这些金发美女做成人偶娃娃 最后再将尸体扔到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但警方却迟迟未能破案 很快,卡尔又盯上了即将与男友结婚的小美 他有预谋地在地下停车场内迷晕了小美 并把她送到了那个透明的玻璃房中 而此时,警方终于通过线索找到了卡尔 哪知在警方抓捕她时,卡尔并发晕了过去,陷入了昏迷 小美的下落变成了一个谜 没人知道她在哪里 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40小时以后,玻璃房内的水就会装满 小美将和之前七位受害者一样被活活溺死 毫无办法的探长乔治只能求助于小佳 小佳是一名心理学家 在一家专门研究大脑的科研机构工作 她会通过神经转移系统进入幼年患者的潜意识中 治疗他们心理上的创伤 而乔治希望小佳能进入卡尔的潜意识 找到那个关着小美的玻璃房 但入侵这种心理变态的潜意识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一不小心在里面迷失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她也会永远陷入昏迷 但小佳考虑再三后 还是勇敢地进入了卡尔的意识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充满了血腥和混乱 幸好她遇到了年幼的小卡尔 小卡尔善良却又懦弱 在看到小佳即将被掉下来的玻璃闸刀伤道时 还是勇敢地救了她 而小佳为了找到逃走的小卡尔 来到了卡尔内心的监狱 这里关押着那些被制成人偶娃娃的女子 正当小佳惊讶不已时 她被一名身材魁梧的女子打晕 带到了这个意识世界的主宰 成年卡尔的面前 在这个大魔王的恐吓之下 小佳尖叫地按下了植物在虎口的芯片 回到了现实世界 醒来后的小佳吓坏了 她再也不愿意进入卡尔的意识世界 而此时 透明的玻璃房内开始喷水 受到惊吓的小美跳下了长凳 跪在地上哭着祈祷 而乔治也在做着努力 在她的劝说下 小佳又一次进入了卡尔的意识世界 她来到了小卡尔成长时的家 在这里 她看到了小卡尔的父亲 动不动就对她又打又骂 甚至还用电运斗烫伤小卡尔 而最令小卡尔恐惧的是 被父亲按入水中进行敬礼 在这个邪恶的意识中 周围的人都冷漠地看着快被淹死的她 于是 在水中慢慢造就了一个拥有魔鬼灵魂的卡尔 她会对那些美丽的女孩做同样的敬礼 然后制作成人偶 而善良的卡尔根本无法控制这个变态的恶魔 所以每次犯案后都会留下线索 希望有人能够来制止魔鬼的恶行 小佳急着追问小美的下落 卡尔受到刺激又变身成了大魔王的样子 打晕了小佳 并给他带上了项圈囚禁了他 小佳彻底迷失在了卡尔的意识世界中 乔治看到小佳出现意外后 决定进入卡尔的意识世界去拯救小佳 但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小佳已经变成了卡尔的奴隶 在小佳的帮助下 乔治被卡尔俘获 在遭遇卡尔变态的脚肠之行后 他坚定地告诉自己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并用小佳的伤心往事成功唤醒了他 小佳扎伤了卡尔 两人逃出了卡尔的控制 并在小卡尔的帮助下 找到了玻璃房的线索 小佳决定帮助善良的小卡尔 但在卡尔的世界中 小佳也无能为力 两人回到现实世界后 乔治根据线索去寻找玻璃房 并在最后一刻 找到了那个地下室 拯救出了差点被溺死的小美 而小佳则锁住了实验室的大门 启动了逆转程序 让卡尔进入了自己的意识世界 主场作战的小佳化身成了女战士 一刀刺向了成年卡尔 但让小佳没想到的是 小卡尔也受到了同样的伤害 于是小佳决定让小卡尔 在自己爱的世界中死去 救赎一直痛苦的小卡尔 最终卡尔在现实世界中 也平静地死去 其实每个孩子 都离不开父母的悉心教导 小时候性格的养成 能直接影响人的一生 卡尔就是被心理扭曲的父亲 逼成了一个危害社会的变态杀手 我们不能期望像小佳那样 能够进入意识世界 治愈有着精神创伤的孩子 而是在平时 就应该给孩子多一点关爱 少一点责骂 多一点理解 少一点抱怨 我相信孩子长大后 也一定会学会包容和感恩 而小佳也一直在努力 他正在用爱来引导孩子 证实生活中的困难 学会打败恶魔的方法 做回真正的自己